超音波测距的感应器 怎么接在 ESP8266上面 这一个是我们在Arduino上面常用到的超音波感应测距 那他也是要吃5伏的 电流 基本上如果你是ESP8266 NodeMCU上面3.3伏 他是驱动不了 所以我接了一个外桌扩充板 给他的USB5伏的电 这一个是负极 这个是正极 这个5伏的电 那我们接在脚位 D1跟D2 第1跟D2 好 我们来 连接 COM3 ESP8266 先用N3 15200 3 他拿到IP了 S31 拋起来 打开我们的OSEP-S-Squatch 3 扩充积目ESP8266 把IP放上来 差音波测距 它有几个角位 CHO跟TRIG 这边有角位,看怎么接 基本上就是这两个 这边显示的是角位5跟角位4 在我们的这里有写角位5 GPIO5的话是D1 角位4的话是D2 所以我们接的位置是在 D1跟D2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这两个的线 如果接错的话就两个交换过来 好,我们来看一下 一开始植习让它找到这个IP 那我们可以让 角色说出 现在测到的距离是多少 我们来按一下 现在是1 好,现在96 放近一点 0 很靠近 那这里注意线的固定 线要固定好 你会看到数字不一样 我们把线 移过来 一点 好,现在测到的是61 那如果把它 移远一点 18 距离得更远 349 这个是公里 公里 这样子是34.9公分 那如果很靠近的时候 然后 你测到距离就会 变得很近 我把手 靠近它 现在摸到这里 手放开 这个是4 现在是4 现在1428 距离很远 好